美国大选辩论以来 累计已有25名民主党籍众议员和3名参议员要求拜登退选 拜登近日因染疫被迫隔离 19日强调自己有战胜川普的方式 期待下周重返竞选活动 他也抨击川普在共和党大会上市黑暗演说 中俄联合军演后 欧洲国家更积极参与印太事务 日本空中自卫队19日至25日 首次与德国、法国及西班牙空军举行联合演习 将陆续在北海道和刺程两地登场 今年以来除了土耳其与荷兰的舰船在日本靠港之外 预计8月意大利航舰和战机以及德国巡防舰也将访问日本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 去年3月在俄罗斯被捕被控从事间谍活动 19日被俄罗斯法院判刑16年 美国白宫和华尔街日报痛批判决造假 塞纳河将是巴黎奥运开幕式一大亮点 也是铁人三项和马拉松游泳比赛场地 但水值能否达标外界关注 法国总统府19日表示 总统马克宏仍计划遵守承诺在塞纳河游泳 但强调不一定是在巴黎奥运26日开幕之前 新厂两天天室正义报道